应该想起来都有点难度 但是你如果看到程式 你会发现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练习的东西 全部只会用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没有多的东西 比如说判断直数 那应该知道什么叫直数吧 除了一跟自己本身以外 没有办法整除的 OK那就是直数 比如说我们假设 我这边做一个练习 就是直数练习的话 这边有个prime 这个那就是说假设我执行给各位看 这边不是这个 我把它全部先关一下好了 我这个这个 先让他执行一下 请输入一个整数 比如说我输入53是不是 enter 它是一个直数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假设说输入66 他不是一个直数 反正就做出一个判断就对了 这逻辑应该知道吧 反正你就是输入一个词 所以input进来之后呢 跑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做什么呢 就是检查一下能不能整除 如果这个能整除的话 那就是表示它不是直数 但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表示它是直数 那回圈的话 你应该从2开始跑 你不能从1 1一定整除 所以从2开始一直跑到 他自己本身应该在前一个 如果自己应该可以整除 所以不能跑到自己 要自己的前一个 刚好就放在那个range的 后面那个数字比较好了 所以应该答案应该呼之欲出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大概就是 有没有 一个for回圈 再加一个break 有没有 再加一个if的逻辑判断 搞定 应该 OK吧 没有脱离我们刚刚讲的吧 也可以做出我们要的 这第一道题 prong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是曼时的这个CAI 这个曼时CAI做什么呢 就是呢 请你判断这个是几月 这是几月呢 假设我随便输入个错的 你会答错了 它不让你跳铃 请问是几月 如果你它还是答错了 它还是不让你跳铃 这个很适合给小朋友啦 给他 比如说 那个练习英文单字 他就让他一直练 练到久了 他以后考试什么都会了 反正就是不让你 而且还跟你计时 对不对 你时间多久 当然如果写的APP更好 因为手机上 好过 反正手机上面 OK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输入正确的话 有没有 输入答案正确 怎么写 所以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一个list 这个list就一个清单 一到十二月的清单 对不对 那放在里面的话呢 去比对一下 那比对的方式呢 基本上因为list它的编号一定从0开始 0123 所以你输入的数字会多1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把那个两边要一样 所以要不就是你把自己的这个输入值减1 要不就是把他的index位置加1 应该知道吧 这个顺序有没有 01234 可是输入的时候我们是1234 所以会差1嘛 那基本上大概就是说 我们会多一个啦 第一个是我们的1到12月的一个list 所以放在这个list 然后呢在random 有没有 还记得吧 刚才讲过 input random 因为我要乱数跑一个月份 让使用者回答 OK乱数 所以我用random产生一个 0到11之间的一个月份 有没有 然后再来请问是几月 有没有 要问他 就是如果他没有答对的话 反正就一直跑 一直在这里面 一直在这里面 直到他为正确的时候 他才可以跳离这个回圈 坏哦 坏哦是什么 当他一定是不等于1 所以我这边有1 就是用1来判断 当然你可以用true false 也OK 这个是第二个题目 也许回去可以想想看 那当然这个地方 OK的话自己说 不行的话 当然我们再来做解答 再来还有什么猜拳小游戏 这个猜拳小游戏是什么 请输入剪刀、石头布 比如说我这边 如果我今天出剪刀 enter 我跟电脑比 他会说电脑出剪刀 平手 OK 那一样 如果你要再继续比好了 再剪刀 enter 他又 怎么又出剪刀 他乱数跑了 所以基本上 我出一个之后 他跟什么 一个random去比 所以是0、1、2 他自动去跑 跑一个之后 比比看 到底我输还是赢 如果我赢了 他就秀赢 如果输了 就秀输 大概这样 应该可以理解 不过这边是逻辑判断 当然我看了很多种解法 有的写得非常复杂 有的写得非常简单 反正这个地方 每一个人写出来的答案都不一样 不过里面一定会有一样的地方 就是逻辑判断 有没有 if else else 类似这样子 结束的话就打一个end 所以他基本上也是外面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fire回圈 当他是end 他就会跳离游戏了 OK 类似这样 最后有一个指骰子游戏 如果我今天希望什么 我执行之后 自动呢 帮我在每间隔一秒的时候 帮我输出摇骰子的结果 那摇骰子应该知道 反正就是摇一摇 6颗嘛 6颗由1到6 如果是1号到18 就加总起来 1到18是小 19到36是大 那你要怎么 当然我需要 1帮我执6颗骰子 后面帮我判断 所以print 另外的话呢 每间隔1秒的话 再输出 这边的话 可能我会多用了一个时间 就是说如果你要间隔的话 里面会有import time ok time 就是时间的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里面的话 最大的用途 实际上就是什么 让他暂停1秒钟 如果以后你要暂停1秒钟很简单 就是time.sleep 刮狐1就好了 ok 这还蛮简单的 反正他就是什么 暂停1秒钟 因为如果你没有暂停1秒钟 他输出就全部都输出 我希望有那种 慢慢慢慢的感觉的话 那你可以让他sleep1秒钟 ok 基本上大概我想 逻辑应该 除了这个time之外 应该没有别的 大概都差不多 然后他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产生 里面不外乎就是先跑六个 六个那个变数 就是1到6的变数 然后再帮我放到那个list里面 最后的话就把它再输出 并且把它列出来 我试一下 不过这个还是有点点难度 就是这样子 一个一个 总共我只需要帮我列出十个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怎么做 当然这种变化题还蛮多的 比如说你要模拟 乐透彩开奖 可不可以啊 或者是说 你将来要做一个开奖的程式 用这个可不可以啊 都用途还蛮寡 所以这边的话 我希望可以的话 自己先做做看 总共会有先判断 这个我想判断指数比较简单 还有这个mance CAI 跟猜拳 然后还有摇骰子 这个摇骰子可能难度比较高 量力而为有简单 有简单到比较复杂的 OK 那当然试做看看 如果不行 我也会把那个我做出来的sauce 会拍照放上去 那当然我还是强烈建议 你一定要自己动手做做看 因为你如果没有自己动手 真的还是抓不到盲点 因为说真的 其实程式除了会打之外 还要会抓bug 而且常常都是差一个地方错 像刚刚有同学 就多一个空白 说牌的部分就错了 那个部分其实并不困难 可是就是因为你不常打这个程式 所以你看到这个错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OK 所以其实这很多的地方 如果你一个一个都解决的话 我觉得打程式也蛮愉快的 其实 可能你们现在还感觉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假设你有一天 今天是可以废寝忘食在写程式的时候 而不是因为你要工作 你会觉得还蛮不错 其实像我刚开始学程式的时候 都不是因为工作 都只是因为我自己喜欢 我想要写一些东西 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 那我自然而然 我会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兴趣 然后还没想到原来 这样还可以拿这个来谋生 而且还不错 而且我发现这个领域 需要很多人 可是却大部分人都觉得 这个视为未徒 所以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发现他要一个工程师 有大概20个职缺 只能找到一个工程师 所以那个时候相对的水涨船高 所以相对的 自然而然在那个工需法则里面 会相对的比较好一些些 其实以线线上来看 也差不多有这种情况 不过可能你不是只会写Python 你可能还需要一些跨领域的这种应用 不是说只会 而且最好是有作品 你还真的拿出作品 我想相对的你会比较多的筹码 将来无论在内部 自己公司内部或者是外部的 往上跳 我想机会会比别人多太多了 因为这看起来工业4.0 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其实就是一象征就是 会有很多的新的机会出现 我一直举例 像YouTuber也没人知道说 YouTube原来是可以这么赚钱的 ok好这里的话 请各位稍微想想看 后面好像还一点点时间 那先处理一下看看那个植树的这一题看看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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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